我们当初是为了节省顾客的购买时间 然后还有商家的这个人物成本 所以我们就把十几年前运用在股面上面的技术 现在运用在了线下的零售实体技术 所以我们当时采用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芯片 它是通过发射信号的这种方式 然后去识别它 所以这样会大大的精准 然后也会节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时间 它每个商品它其实都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E维码 那么我们这个是采用的是芯片识别技术 采用它的设品技术 我们是通过芯片的改定 那么这一个E维码它只能代表的是这一类的商品 但是我们的这一个芯片是代表这一个商品 它一个商品的一个保质器 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一个芯片里面 所以就相当于是 这个芯片就相当于是人的一张身份证 就像它只有唯一的一个ID 我们这个E维码只能通过顾客自己拿着商品 然后拿着码对着这个扫描器 然后一件一件的去扫 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芯片以后 通过我们的机器可以多种商品 十件二十件都放在我们的机器上 一次性进行结账 我们可以选择一款商品 然后直接放在我们的收银台上 那么收银台就会显示出它的信息 它的价值然后我们还可以放入多件这样 对 那么它都是可以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扫码去进行支付 然后就可以了 一眼示范一面可以开窗 那么请我们点开微信 然后扫一下 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商家的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去根据商家 就是它去收取现金 然后自助投币 然后出沙卡这样 然后都是可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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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